超跑选手陈彦博日前在台东 亲眼目睹狗狗被主人抛弃 这只狗狗在大马路上追车哀嚎 看着让人很不舍 那么陈彦博也在脸书上 以狗狗第一人称的方式po文 感动十万名网友 狗狗不停回头张望 在大马路上穿梭 只为了追上刚刚弃养他的主人 超跑选手陈彦博26号 途经台东加路栏 意外目睹狠心主人弃狗过程 脸书上po出一张张照片 狗狗朝大马路上哀嚎 或者四处闻气味 模样令人鼻酸 陈彦博在脸书上说 一开始狗狗不断和主人撒娇 玩乐画面实在太温暖 他忍不住停下来上前聊天 没想到主人却说 喂狗狗吃东西而已 他不是我养的 马上就是有工作人员跟我们一起 过去找那只狗 他很难过 他非常难过 对 就丢在这部间这样子 事隔两天狗狗仍坐在马路边 迟迟看着来车 期盼主人把他接回家 陈彦博自己也曾养过流浪犬 看到这样的画面更加难过 狗狗已经过世了 他是在那个SARS的时候 被人家丢出来 然后在健康这边被我们找到 后来跟我们回家 然后我们就把他一直养了大概十点 消息PO上网 民众纷纷带食物跟水 前来关心狗狗 虽然他暂时能够温饱 但是被信赖的主人背叛 所受的伤恐怕永远无法复原 感谢观看 愿者 询